什么画放大25倍后会有奇迹出现 为致敬达芬奇 由画大师冷军创作了一副中国版的《门纳丽莎》 整个画面用束缚古典构图 冷军用极端写实的方式描绘了一位身着毛衣 端装而坐 温婉微笑的东方女子 她的姿势和笑容都像极了达芬奇的《门纳丽莎》 每一根头发 衣服上毛线的走势都被精心描绘出来 将东方的写意和西方绘画的透视相融合 据说 此幅作品的草稿在前几年都卖了186万 珍妓在2004年被一位藏家买下后 作为镇馆之宝 收藏至今 17年后第一次出现在拍卖市场上 本季佳德以咨询架上拍 你们觉得会拍到多少钱呢